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大家好,我是作吧片 今天吧的片是豆瓣评分9.2的 马南波杰克第一季第六集 关于爱情到底是找个相似的人 还是找个互补的人 看完这集也许就不纠结了 因为多数人根本没得选 波杰克和戴安出差归来 花生匠先生早早在机场外面候着 逃得生陷牢狱并没有来接机 波杰克只好搭他们的顺风车 戴安和波杰克一趟出差之后 突然发现他们有那么多共同话题 感情急速升温 玩笑段子满天飞 花生匠隐隐觉得心发慌 询问波杰克和戴安是否有故事 回去的路上 波杰克提醒大家一起吃晚饭 花生匠表示他为女友戴安准备了浪漫晚餐 戴安却说不打紧 你以前不是说想和波杰克多玩玩的吗 花生匠勉强答应了 餐厅里波杰克和戴安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花生匠被挤在一旁的椅子完全插不上话 还总是被服务员撞倒 好好的大黄狗泛着一丝绿光 好在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但一口下去吃出了个精手脸 上面有个大大的弟子 波杰克不敢下分让服务员开一瓶 裴里龙香槟王 花生匠却表示最好的酒都不在菜单上 他要了一瓶22年的蓝钻白雪香槟 波杰克立马站起来请了在场所有人一轮酒 花生匠当机决定送给所有人一台Xbox 波杰克表示要把这场盘比大赛进行到底 花生匠立马拿出iPad 说自己刚买了直升机 准备请在座的各位上天 戴安说你们这样炫富真的好吗 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波杰克表示不用急 他刚买下了这家餐厅 想带多久带多久 波杰克和花生匠展开了一系列的竞赛 在最后的班首万大赛中 马男击败狗男 无聊的戴安已经在一旁睡着了 花生匠虽然认输 却说要带着女朋友去睡觉了 波杰克展示了最原始的雄性魅力 戴安毕竟这是文明社会 配偶不是靠蛮力抢来的 戴安跟着花生匠离开了 留下波杰克一人借酒浇愁 酒似乎有种穿越时空的能力 转眼间已视天亮 波杰克甚至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电视播报着头条新闻 好莱坞山上的大字Hollywood 最后那个字母D 不知道被哪个蠢货偷走了 波杰克想不明白 自己为何要偷这个D 就在这时线索送上门了 戴安的到房 让波杰克瞬间明白了自己的动机 他害怕戴安看到了字母 察觉到了他的小心思 赶紧出门三言两语 把他打发走 回到屋里的波杰克 电话通知经纪人卡洛琳 是我偷走了地 快来帮我收拾烂摊子吧 我得在戴安看到之前弄走他 一个电话下来 也没想到什么办法 花生匠却出现在他的房子里 满脸出语 似乎早已看穿一切 你怎么知道是我干的 我夜光天象盘戏打坐 掐子一串 我呸是你特么样的发语音给我说你正在为戴安偷那个弟子 生气归生气 花生匠这么纯良的人 当然是选择原谅啊 还说要帮波杰克处理罪证 前提是让他不准追求戴安 两人坐下来商议对策 很快便想到了一条妙计 波杰克去外面搞点事情吸引大家注意 花生匠趁大家不注意 用直升机调走那个地扔到海里 波杰克提着一袋钱 跑到街边房子上 开始疯狂的撒钱 吃瓜群众捡起钞票 内心区毫无波澜 都是一块钱 打发乞丐都不够 现在的一块钱和一分钱有什么区别 媒体赶到现场 似乎也没什么好报道的 一个过期明星 在啥没人在意的一块钱而已 就在这时路过的流行天后 碧昂斯踩着钞票脚下一滑 左脚小拇指外侧蹭破了皮 于是新闻头条紧急插播了这条消息 虽然对波杰克知之未提 但好歹也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波杰克让花生匠赶紧展开行动 大家都在各种屏幕上围观 碧昂斯受伤的新闻 直升机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带走了地 波杰克坐在沙发上松了一口气 新闻又立马插播了花生匠的消息 他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承认 好莱坞的弟子是他偷的 而且是为了女朋友戴安偷的 新闻播出后 人们纷纷表示 这是时尚最浪漫的告白 喵喵警长甚至公开支持花生匠 波杰克很郁闷 找到卡洛林诉苦 卡洛林说 就算他偷走了你偷走的地 但重点是 他说出了对带安的感觉 但你却从未说出口 波杰克决定给带安打电话 表明心意 此时的带安刚回到花生匠家里 屋里烛光摇曳 花生匠似乎有事情宣布 带安挂掉了电话 波杰克决定留下语音消息 人生难得有人了解自己 我和你才是真正互相了解的人 我大部分时间都讨厌自己 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觉得自己没有那么讨厌 另一边的花生匠 正在展示他整理的相册 记录下了他和戴安的点点滴滴 他认为他和戴安 虽然有很多不同之处 但他们却激发了彼此最好的一面 一边是花生匠的求婚 一边是波杰克弹怒心声 命运在此刻戏剧般的纠缠 波杰克数不清的犹豫败给了花生匠的直接 戴安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说他已经和花生匠订婚了 而刚刚又听到了波杰克的留言 波杰克表示那只是醉酒后的胡话 删了就好 等等 真正一起逃得去哪了 原来自从上级被抓之后 他被投进了监狱 监狱里存在着两大帮派 美颜帮和有色帮 美颜帮老大在澡堂和陶德深入交谈 向拉他入伙 有色帮老大在操场检查花花的时候 也拉陶德入伙 陶德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选不好可能分分钟被弄死 于是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打扮成有色帮的模样和有色帮交好 再变个装扮去讨好美颜帮 一高人胆大叫他两只船 陶德两头讨好忙得飞起 以至于脑子有点跟不上 匆忙变装的时候搞反了 穿着有色帮的招牌去美颜帮闲聊 也就是所谓的穿帮了 双方成员齐席到场 陶德表示不想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 因为他双方都喜欢 看来棒派也不喜欢被脚踏两只船 准备联合处置陶德 此时外面烟花阵阵流光溢彩 直升机从花生酱家里带走了弟子 是时候给自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这集有个经典的爱情选择体 一个是和自己相似的人 一个是和自己互补的人 有那么一回我还替戴安纠结这两者的取舍 但最后的结果却根本称不上选择 因为花生酱已经求婚 而波杰克的心意却始终慢了半拍 就像别人已经吃饱了米饭 你却还在问别人想不想吃面条 对于下定决心的人而言 突然出现了选择反而是种烦恼 如果非要问应该选怎样的爱人 相似的好还是互补的好 这又像是拿米饭和面条来比较 你能找出一千条米饭的好 就有人能找到一千个面条的好 即使你是更爱吃面条 但在机场落落的时候 却偏偏是米饭先送到了嘴边 你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可能这才是我们最常见的爱情 并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和艰难抉择 也许只是那晚烛光摇曳 空气温暖氛围恰到好处 一个人先开了口 另一位答应了 仅此而已 所以不管你是米饭还是面条 先送到嘴边的也就多了一份机会 等你想明白对方更适合吃什么 他也许已经吃饱了 而你也早就凉了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